父母如何协助孩子远离手机成瘾 远离网络成瘾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我们静怡大学的 我们的助理教授刘乃志刘教授 那请教授是不是也帮我们说明一下 有关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 刚刚议员有提到就是要跟孩子成为朋友 在这个部分我会有一些额外的看法 就是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说 从发展的角度 他要到20岁才能够完全 大脑对于自我控制的部分才能够发展完全 也就是说在20岁成年以前 他对于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有时候他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父母来说 当孩子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去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这时候父母就应该给一些协助 那所以对于当朋友的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是我们的态度可以像朋友 可是父母还是需要负起父母的责任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父母需要限制 或者是就像刚刚议员就说的也蛮好的 就是应该要推孩子一把让孩子去做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觉得父母还是不能把这个责任放掉 就比如像刚刚议员说的把手机放下出去打篮球 把手机放下出去打去棍球 甚至对父母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打开孩子的视野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可是因为每天能够接触的范围就那么有限 那这个有限的接触会让孩子限出了他的选择 他对这个世界看得不够宽广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他真的喜欢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世界好像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很无聊 所以父母在这个还在18岁还在成年过程当中 能够推孩子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看看世界不需要很伟大 就一定要让他出国去 去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 那至少也可以让他去参加 比如说不同的夏令营 去接触不同的人 看不同的工作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打开视野的一部分 那帮助孩子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然后帮助他可以选择未来真的喜欢做的 我觉得现在孩子无聊的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他们对外来的看见是有限的 就是他最多只能看到爸妈的工作 看到外面服务业的工作 可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他不知道 所以他不知道当然就不会想要去做 那从这么有限的看见里面去选择 当然就会觉得 好像对啊 学校鼓励我们好像要发展 要发展自己的专长 发展自己的兴趣 可是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发展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 好像也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 所以假如说能够打开孩子的视野 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样貌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那也可以帮助他们更无聊更不畏无聊 非常感谢我们刘教授 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就是打开孩子的视野 那会让孩子有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那刚刚教授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引领着孩子 就是态度很开放 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很坚定的 就是说我们是父母亲 要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孩子 推孩子一把或者带着孩子走出去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以教育处的高度 那怎么样来协助父母亲 去远离沉迷在网络的世界 父母是最重要的陪伴者跟引导者 我们学校可以做的老师 包括导师可以关心学生 我们的专辅老师在学校的心理智商 社工师都可以一起来关心孩子 也许有时候父母的一个家庭 过往的教育的一个问题 让他可能比较不知道 如何去应对孩子的这些困难跟挑战 那他就会适时的我们政府 要提供这样的管道给孩子 给父母有这样一个亲子的一个教育的管道 那有一些他事实上他面临的食物面的问题 你就更需要有咨询的电话 让他知道我碰到这个问题 我怎么样来跟我的孩子相处 那这个咨询跟政府都应该要提供的这些资源 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都知道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三级辅导的机制 从导师到学校到我们的辅制中心 我们希望给每一个关心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中的 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照顾跟辅导 这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 为什么辅导的业务越来越重 他因为社会上的一些复杂的 孩子面临的这个网路跟手机成瘾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就是要齐心包括家长所谓的 你要再带孩子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让他觉得我的课越学习有成就感 我的社会的一个社会关系的一个营造 都有更好的和谐跟愉悦 然后我的生活是快乐的 那这个部分也都是要家长一起来努力的 我们希望营造的是孩子对于这个生活里面有归属感 有成就感 有意义感 那你的学习也一样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其实网路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教导孩子怎么正确的使用网路的这些资讯 跟搜寻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学校里面在课堂上 我们的科技教育现在都已经进化到一定要行动载具 尤其疫情期间 那我们要告诉孩子 我们在课堂上就已经告诉孩子 我们可能老师再使用30分钟 就会让你休息10分钟 那我们一起从生活上的一些常规 让孩子更知道 他回去他可能父母不用告诉他 他也晓得 我可能要有一些 已经老师有教了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示范或典范 那我们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孩子生活习惯的养成 这也是父母必须是在平常多花一点时间去教导的 给孩子有更好的一些生活的常规 譬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像教授讲的 我们可以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户外的活动 社会学习的活动 包括我们有一些大人之间的聚会 或者小朋友的联谊活动 让他有更多精彩的丰富的生活 他就不会觉得就是说生活上只有课业 非常的无聊 但是从生活中我们都在讲 108课纲里面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解决生活的问题 让孩子培养这样的一个素养 那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让他回归到我生活面里面 我可以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就会觉得他很有成就感 那这个部分其实数位的载具 他也是可以成就孩子的 只是他要引导孩子怎么样去 从很好的这些平台里面去学到 他不但有趣又不会无聊的 这样的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教材跟平台 数位学习的平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谢谢我们王处长 他其实在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 就是养成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 然后有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素养 事实上都是我们帮孩子 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 那想再请教一下我们议员就是说 议员会不会担心说我们的孩子 在网络虚拟的世界当中 事实上有太多虚拟的身份 那长久之后会发现孩子们在 网络上可以跟人家沟通 可以跟人家互动 因为你躲在后面 但是回到我们的现实社会的时候 而我们跟正常的人 正常的朋友 正常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 没有办法跟人家有良好的眼神的接触 没有办法跟人家有好的一个对话 一个好的一个沟通的习惯 或者是好的互动 跟同才之间越来越没办法相处 因为他已经习惯那个虚拟的 然后实际上 现实的社会环境当中 他越来越没有办法跟正常的 不管是父母亲或孩子或兄弟姐妹沟通 他们懒得沟通了 会觉得说 怎么对妹妹对哥哥讲话都那么不礼貌 或者那么没耐心 事实上那都是因为他生活习惯的一个养成 那不晓得一员怎么看待 要怎么面对 很多他们沟通都会变成用讯息来发布 这样吗 然后都很尖短 很尖短 然后没有耐心 对不对 有的是会 对啊 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孩子是还好 比较少 但是很常会看到他们跟同学之间 是会用讯息在传递一些消息 对啊 然后传递讯息之间的语气啦 或是一些方式会比较 不文雅的一个文字或是用词 然后我们有时候听到会跟他们纠正 有时候因为你会不小心会听到 所以会觉得说 我原来他们私底下的对话是这么的 不堪 不堪 对有时候你会偷偷会听到 我才会发现他们原来私底下是这样 所以这还是我们要 当家长的要偷偷去注意的一个状况 我想今天真的议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那想请教一下议员就是说 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是因为在学校课业有压力 那或者是在学校被老师骂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相处不愉快 回来他有压力 所以他去玩手机 可是他玩手机超过两个小时 就会被家长骂 他不但压力没有减除 又增加了新的压力 所以到底孩子没有服从规范的时候 到底父母亲要怎么讲啊 手机抢过来 电源拔掉 还是到底怎么做是 可以维持那彼此的协定 一次两次慢慢的把他的手机收起来 尤其是现在那个YouTube很泛滥 家长反而有时候你要花时间去坐在小孩子旁边 看他到底在看什么 尤其很多YouTube的那个YouTube拍的影片啊 很多是不适合我们有的国小看的 而且有的用词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国小生他们学的东西是在看那个学到的 但是很多他们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孩子之间他们讲的用词 你会问他说你怎么你怎么会听到你怎么学的 他会说在学校同学教的 那同学怎么知道的 看手机影片学的 所以反而是大家要去注意孩子在网路上学影片 让他们学到不该学的东西这件事 是 我想今天我们蔡明轩蔡议员呢 又给我们开启另外一扇窗 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不是只有禁止他玩 不是只有禁止他沉迷 其实要很关心是他学了什么 他应用在生活当中 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是从网路上不当的学习 那刚刚我们的教授我们的处早都说 孩子在控制力没有很好的情况之下 父母亲绝对有责任 去温和而坚定的告诉我们的孩子 你讲这句话 意义是不好的 你讲这句话 别人听到是不舒服不愉快的 那你这个沟通模式 不管你从同学那边学来 从YouTuber身上学来 都是错的 都是不应该的 都是不对的 我想父母亲还是要很坚定的告诉孩子 不可以再讲了 不可以再说了 也不可以再这样面对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面对你的同侪 我想这个都非常重要 一个YouTuber拍的影片他是在拍校园的生活 拍跟老师的应对 其实那个拍起来是非常不适合孩子的 可以怎么说是怎么样的应对 他是在拍孩子应对老师 但是他应对老师的内容是非常不礼貌的 劝老师嘛 对 或是用词 对呀 你看我们的影片其实都有分级嗎 影片级 辅导级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 我们YouTube的影片上面是没有分级的 你只要点进去 连幼智园点进去 除了现在自己看不到 但是很多不礼貌不文雅的文字 你在上面都听得到 除非他自己把它消灭 不然你都看得到 所以这个是未来应该要去注意的 是 我们议员他在我们的教育小组 也给教育界有非常多的提点 然后我想今天处长也在这边 那不晓得处长针对刚刚议员所提到说 不当地学习一些负面的 或者不雅的一些学校怎么处理 其实在学校里面 我们在使用这些数位载序上面 通常都是第一个 就是要教孩子怎么样去过滤这些资讯 哪一些是好的或不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老师在教育孩子的一个最重要 你要分辨这个资讯太泛滥当中 什么才是正确的 什么是我们需要的 尤其是这些学习的资源 所以老师为什么在课堂上 他们第一个 在教孩子使用这些网络的部分 他都会给他们一些说 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网站 或什么我们都会 就是封锁的禁止的不能使用的 那孩子他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政府这个部分 为什么现在要成立一个数位部 他就是对于网络这些 非常可能很多暴力色情等等 有一些不适合社会的这些 反社会的问题 在网络上这么泛滥 要需要有一些规范跟管理 这样子我们在教育孩子 也会比较有一个正确的 孩子也不会搜寻到 乱搜寻了 结果看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画面 不应该有的资讯跟态度 这样子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 网络变成了不是更好的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而是变成了我们要更要处理 这些网络成瘾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责任也非常重大 也是大家可能在政策上面 我们要更多的一些规范 对网络的一个禁止 跟网络的一个宣传等等 也是要有一些民主的社会是民主 但是教育的意义 还是要在这个网络当中 有更好的一个规范 好 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 请我们所有的来宾做个结论 来 我们请议员 针对我的手机成瘾 还是希望各家长 和我们政府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手机成瘾的 在孩子之间的问题 给我们将它降到最低 好 谢谢 我们请处长 其实我觉得手机成瘾的问题 是我们社会要共同去关注的 尤其在我们教育 跟我们卫生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给孩子 有更好的一个学习 正常学习的环境 我们希望营造的是 亲师生共同来关心我们的孩子 能够健康上网 幸福不迷惘 好 谢谢 我们请我们的刘教授 好 我想利用最后这个时间 也补充一点 就是在处理这所谓的 手机或网络 所谓的沉迷的时候 我们另外要做一个问题 是睡眠的问题 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说 假如说他一开始有一个熬夜 或者是用手机用到很晚 那家长发现之后 那要孩子马上的 从那个熬夜的习惯 变成要正常时间睡眠 那个他没有办法马上 他一定会需要一个 一个调整的过程 那这调整的过程 可能假如说家长不是那么清楚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到医院里面 因为现在医院 很多医院都有所谓的睡眠门诊 做过睡眠门诊的协助 才能够帮孩子慢慢地 把整个习惯调整回来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议员跟来宾 议长何胜峰 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跟孩子 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的习惯 以身作者 让孩子不要沉迷于手机跟网络 谢谢大家 谢谢